欢迎来到月亮说,六月的新剧,大家有在追吗?小编,来给你排雷啦,每部新剧的看点在哪里? 而哪些可以直接器具,像是长风度的真情侣演绎,雪莺领主徐凯的武打戏,都有自己的看点。 以下就是六月新上当的陆剧热度榜Top10,以及每部剧的优缺点。 本月竟有五部古装上榜,垫底的四部黑马剧,雪莺领主斗不过同期的长风度,偷偷藏不住只排第三,肖战的剧会排在第几呢? 热巴的却是高开低走,而冠军创造了腾讯视频的奇迹,看完榜单,你就知道想追哪部了。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10,湛羽,陈亦颖主演的武神主宰。 要说今年最热门的玄幻古装剧,非那部少年歌型莫属呀,然而要觉得还没有看过影,那就一起来追下这部武神主宰吧。 该剧的热度其实远不止如此,主要几乎没有任何宣传,不然该剧的热度至少能排在榜单的前五名哦。 小编看了后只想说,可恶啊,又被这个男主给装到了,剧里看不起他的人频频被打脸,真是一部大爽剧呀,嘿嘿。 该剧可以说是仙侠剧和玄幻剧的结合,改编自按摩师的同名小说。 这个小说火到了出了动漫版,直到现在还都是在热榜上,导演也是发现了剧情的有趣之处,才想把它用真人影视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作者也是跟着剧组从头拍到尾,连改编也是根据原作者的意见去改编的,而且也几乎是还原了所有的名场面,书迷们也不用担心把原著给毁了。 《武神主宰》同少年歌行一样,讲述了几个少年,励志成长为强者,塑造了很多鲜明角色。 人物的裙向系非常丰富,原本男主是天舞大陆的一代传奇,一好友和妻子联手被判设下阴谋,而最终陨,然而三百年后,他的意识转到了一个受尽欺凌的王府私生子身上,从此这位私生子逆天而上,强势崛起。 喜欢玄幻武侠的小伙伴,千万别遗漏哦。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9,张楠,王玉文,孙艺舟主演的《威宇燕双飞》。 这部《威宇燕双飞》就有点奇葩了,该剧类型的同长风度一样,是一部古装清喜剧, 但实际上,这是一部双女主,密席加全谋的爽剧,而且该剧结合原著热门小说的加持下。 还有余正丽捧的助力,挤上了本月热度榜第九名,但原本呢,该剧的人设还挺新颖,剧情也算紧凑,观剧的氛围也是一个轻松愉快的。 然而月眼后期,很多网友纷纷表示道,这剧情实在三观炸裂,出轨,欺骗,捅刀子等等各类离谱情节层出不穷,两个女主一个正常的也没有。 整部剧看下来,反而男一和男二看着是最舒服的,但偏偏这部剧是双女主剧,男一男二的戏份也是少得可怜,很多网友因受不了这俩愈发离谱的女主。 不少观众选择了器具,孙毅周演的再好也拯救不了该剧,实在是很难让人追下去啊。 这部《威与燕双飞》讲述了两个不锈钢姐妹守望相助,从斗亲戚开始,一直卧旋到朝堂之上,两人始终坚守内心正义,最终携手化解了各种危机的故事。 对于官方的简介也是随便听听就好。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8,秦岚,王阳主演的《闪耀的他》。 这部《闪耀的他》也是挺优秀的,开播四小时,额场热度便达到了2.1万的数据。 一个官方粉丝连1万都没有的剧,能做到如此,靠的也只能是优秀的剧情了。 《闪耀的他》是一部改编自现实主义女性漫画《奔三那年》,这也是让该剧有一个特性, 进展很快不拖泥带水,更符合现在人的口味和需求,也是围绕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职场展开,再加上一些俗套的狗血爽闻。 反转不断的主角人设,中年版马力苏也是够养眼的。 目前在豆瓣上收获的好评还挺多,秦岚和王阳这两位主演自身就带有话题流量。 一个是性感迷人的不老女神,一位是备受追捧的书圈男神。 她们的联手也正是为这部情感都市剧镀上了一层金。 喜欢职场现实类的,该剧值得追一追哦。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7,陈伟霆张若南主演的《照亮你》。 这部《照亮你》完全属于高开低走呀。 一开始的热度很高,收视率也很不错。 在一片废墟中,消防员向女孩伸出援手,把那黑暗里的微光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消防员的伟大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刻画,但是呢,随着剧情深入发展,该剧差评的口碑逐渐增多。 原本陈伟霆和张若南合体,演技颜值兼具。 再加上故事内容围绕的是消防员和地震中女孩的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 剧情内容的主旋律思想号召力和吸引力都非常大。 但是,国产剧近年来越加显现的通病就是披着主旋律的外衣来开展情情爱爱的偶像剧情节。 而忽略了所谓主旋律的引领。 当然,如果直接当成偶像剧来讲,那还是有诸多看点的。 比如,女主一次次霸气护肤,你有力简直十足呀。 这部照亮你,讲述了徐来和消防员进时穿,两人在地震中第一次相遇,因此埋下了十年之约。 最终在徐来的千里追求之下,两人谱写出浪漫的爱情故事。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6,比利热巴,佟大为主演的公诉。 这部公诉同样也是高开低走,这也是迪利热巴的第一部证据作品。 该剧开播时因为热巴的人气而自带高热度,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该剧的话题逐渐局限于迪利热巴本人,缺乏更广泛的讨论。 其实,这部公诉的剧本也不是非常糟糕,只是铺陈的手法相对枯燥,有些情节与现实不符,还缺乏了一些生活感和起伏度。 小编看完后觉得,剧中的庭审场面真的可以,非常明场面,也比较贴近现实。 大部分演员的台词功底都很好,演技也都过关,主要追剧的同时也可以普及下法律知识。 其实小编还是觉得,迪利热巴不适合演该类型的剧,它实在太美了,也特别有气质,以至于与整部剧的风格都不太大了。 6月录剧热度榜,TOP5,居静一,郭俊辰主演的花容。 毕竟是仙侠剧,花容的热度来到了本月第五名,但作为仙侠剧,得到这样的成绩其实也算失败的。 该剧其实从一开始就套路着模板走,小编也是很服呀,只要有着流量明星参演,那么哪怕剧情是多么的闹心,多么的同质化,也依旧有人看,尽管网友对居静一的吐槽数不胜数。 客观来讲,花容整部剧从剧情的发展,到演员的演技,还有人物的形象刻画等方面,都只能说是普通,没有找到该剧自己出彩的地方,哪怕是一个创新的小点子。 小编可能对于仙侠剧要求高了一些,因为仙侠剧的模块化实在是太严重了。 最重要的男女主CP火花,在该剧中也是弱了些,这样最终会导致该类型的剧让网友们越看越枯燥。 告诉小编,你是用几倍速来看的这部花容呢?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4,徐凯,古丽娜扎主演的雪莺领主。 嘿嘿,这部雪莺领主感觉上当的不是好机会,热度还是没能斗过同期的偷偷藏不住和长风度呀,但不得不说。 在该剧中,徐凯的打戏是真的下了大功夫呀,他的长枪是真的没少练,挥枪转身,起落干脆利落,显得非常有力道。 小编看了徐凯的打戏,真觉得他会武功呢,剧中的他超级燃,颜值也依旧在线。 至于该剧的剧情,很多网友说这部剧和原著完全不一样。 最大的相同点可能就是这个剧名了,回过头来看这几年的小说改编剧,大部分高人气演员,加上高人气大IP,就等于烂片。 而该剧其实就是早几年很流行的大男主剧,从一个废柴修炼成一个爵士高手的故事。 总的来说,对于剧情故事还是蛮俗套的,为了就自己的母亲,不断地去变强。 不过,男主热血不失冷静,游泳有谋不恋爱脑,与女主的爱情,也是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中才日久生情。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3,赵露丝,陈哲远主演的《偷偷藏不住》。 什么我会这样,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流量小花赵露丝与实力派小生陈哲远的CP组合也是看点十足呀。 赵露丝自带的热度还是经久不衰呀,这部剧真的太有青春纯爱少女漫的感觉了。 挺多网友也是吐槽说赵露丝饰演的丧志又呆又木,说像是智商只有三十的弱智一样,眼睛无神飘忽目愣。 但小编想说,高中时期也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现实生活中还是有挺多像丧志那样的。 这也是暗恋的一种表现。 目前,《偷偷藏不住》在优酷的热度已经登顶了。 在猫眼方面,该剧也夺得了一次热度日冠。 还有其他社媒平台上,该剧相关的媒体内容,动辄就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哦。 这样的成绩,确实可以说起热度值非常高了。 但也有一点值得注意,《偷偷藏不住》本身也是暂时缺乏围绕剧情展开的热度内容。 另外,小编个人觉得,赵露丝和陈哲远在剧中组成的志断情长的CP。 两人不论是稚嫩的学生时期,还是长大后的成熟样貌,都是CP感满满呀。 你更喜欢高中生的丧志,还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丧志呢?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2,白敬廷,宋毅主演的长风度。 长风度播出效果的确喜人,爱奇艺这次可以说是躺赢了呢。 仅几天的时间,长风度站内热度直接破万,这也成为了爱奇艺史上最快热度破万的剧哦。 也是今年继狂飙之后,爱奇艺平台第二部热度破万的作品。 真情侣之间的互动根本不用演呀,妥妥的真情流露,而随着剧情推进,大家入戏也越来越深,尤其是骆子商出现。 为该剧又加上了一些复仇色彩,不过大家也都说,长风度第九集才是风神。 白敬廷再次凭借演技圈粉,坚守了诺言,护柳欲如周全。 该剧总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有的地方没有小说写得好,但也能理解影视画后的四十集,没有办法拍出原著里那么多张,有一些改变也正常。 看了很多评价,几乎全是一面倒的好评,个别不满意的是一些原著书粉,和一些莫名其妙的黑粉。 长风度讲述了附加丸酷顾酒丝,他与平民闺秀柳欲如,两人一起守护心中挚爱与家国理想的故事。 小编也是最喜欢看夫妻两斗趣的生活日常,以及双向成长等情节,这都引发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共鸣和喜爱。 剧中还带有精致浪漫的古风婚礼,雅致的亭台楼阁等,也是极具有中华底蕴呀。 六月录剧热度榜Top1,肖战,李沁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 很高兴认识你,从小没同学。 你应该正坐起来,多关心关心,是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这部《梦中的那片海》是真的一路上飙升不停呀,大结局后达到了鹅场战内破三万的战绩哦,也被列入了爆款俱乐部,成为了2023开年以来,鹅场总热度最高的剧,也算是创造了小小的一个奇迹。 其实它的成功是大多数观众都能预料到的。 该剧整体的剧情发展不拖沓,剧中人物饱满鲜活,演员们的演技也全部在线,尤其是男主肖战。 特别是瘫痪戏份非常真实,一度让我以为肖战是真的瘫痪了呀。 嘿嘿,而且它的哭戏共情力很强,有一场肖春生从门缝中偷听到自己瘫痪站不起来时的情景。 那种破碎感太强了,也真的是令人心碎。 还有编剧的脑洞也不是随便就能让观众猜到的,颠覆了以往的狗血情节。 你以为剧情会这样发展,结果是啪啪打脸? 总体来说,这真的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好剧。 没追过的小伙伴们强烈安利去追追看哦。 好了小伙伴们,本月小编最喜欢看长风度,还有肖战和赵露丝的剧,看看评论区的大家,最近都在追哪些剧呢?